女孩被三个病态歹徒盯上了 她惊恐地跑进了小树林逃命 但她还是被一名歹徒扑倒了 她被死死按在了地上 危急时刻 一个男人手持猎枪出现了 她连开了几枪 歹徒们都吓破了胆 纷纷跑回了车里慌忙逃离 但女孩却被吓得浑身贪软了 最后还是男人伸手将她拉了起来 但安雅不知道的是 这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三个变态歹徒正是她的手下 这场英雄救美的好戏 只为了能接近安雅 获得她的好感 从而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 在老金的陪同下 安雅来到了警局报警 但警察也只是草草录了笔幕 给她签了的字就让她离开了 但这件事远远还没结束 回到家后 安雅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她在58同城找了一份高薪工作 待会要去上班了 然而就在临走前 盲人姐姐让她下班早点回家 因为今天是母亲的生日 然而此时此刻 他们的母亲却面临一场大危机 作为豪门家族庸人的她 刚接过百亿老富豪的遗嘱 老富豪吩咐她一定要藏好 等她死后交给自己指定的人 到时候就能拿到一百万的报酬 然而老母亲刚离开没多久 狠毒的后妈就溜进了老富豪的房间 想要偷看她的遗嘱 却被熟睡中的老富豪发现了 后妈却不慌不忙 直接来到老富豪床边 她竟然亲手关了一旁的氧气仪器 随手拿起一旁的枕头压了上去 在后妈的冷笑中 老富豪彻底没了动静 但后妈在她的房间里 并没有找到那份遗嘱 她想到了刚离开的庸人 立即打电话让儿子丧彪追过去 与此同时 安雅母亲拿着老富豪的遗嘱回到了家 她在豪宅里工作多年 知道这份遗嘱的重要性 本来想带上女儿们立即躲起来 但就在这时 门外却传来的急促的敲门声 母亲连忙让姐姐从后门离开 她知道自己可能逃不了 拿起客厅中的画像 将遗嘱藏在了画像后面 随后假装镇定地去开门 来人正是后妈的儿子丧彪 平底锅砸了上去 只可惜她的力度太小 没能将丧彪砸晕 她当想要逃出去 却被愤怒的丧彪抓了回来 她根本就承受不了丧彪的怒火 被打一击中拳后 躺在地上彻底晕了过去 丧彪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但她始终找不到那份遗嘱 疯狂的丧彪立即召集了手下 这几人正是老金和她的小弟 但让老金震惊的是 丧彪竟然吩咐他们烧掉房子 既然找不到那份遗嘱 那就将整栋房子 连同遗嘱一起烧掉 到时候再伪造一份 她就可以继承老爷子的千亿资产了 老金几人只好照做 她当然知道这是安雅的家 但她心里已经按按盘算下一个计划 不出意外的话 老金能一举拿下心中的女神安雅 而另一边 安雅下班回家的路上 没想到遇见了盲姐 了解情况后 她立即往家里跑去 但等安雅赶回家时 曾经的家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 邻居们都赶了过来救火 得知母亲还在屋内 安雅不顾危险冲了进去 她拼尽全力将母亲救了出来 但她还是来晚了 母亲被烧得太严重 留下了几句遗言 便彻底没了动静 安雅姐妹悲痛不已 跪在母亲面前放生痛哭 姐妹俩如今已经无家可归 安雅只好相信老金 接受了她的建议搬进了她家 毕竟之前老金救过自己的命 但老金太过猴急了 安雅刚搬进来第一天 她就迫不及待地表白了 甚至承诺会给她盖一栋大别墅 虽然安雅觉得老金是个好人 但并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对象 她婉转地拒绝了老金 刚要离开 没想到老金却扑了上来 安雅彻底慌了 她在慌乱中摸到一把刀 毫不犹豫直接投了上去